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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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磁性的动量 首先我们先考虑 如果只有双子点的系统 也就是在一个系统里面 如果只有两个子点的话 假设有A B两个子点 A子点的质量如果M1 速度如果V1 B子点质量M2 速度如果V2 则在系统里面 两个子点的质量乘速度 是个别的动量 而把两个动量相加就是系统的总动量 我们可以把系统的总动量 视为磁性的动量 所以磁性的动量 如果我们用PCM 这个是磁性的动量 磁性动量如果双子点 则是一个A子点的动量 加上B子点的动量 对A子点而言 A子点的质量是M1 速度是V1 对B子点而言 质量是M2 速度是V2 于是把A子点的动量 加B子点的动量 相加就是系统里面 两子点全部的总动量 而这个总动量 也是磁性的动量 而如果这双子点是在平面坐标上面 则我们可以用动量的X分量 以及Y方向的分量来表示 所以如果P表示动量 PC是直行动量 则PCX是表示支点系统在X方向的分量 所以我们就把M1 第一个质量乘上V1X 加上第二个质量M2乘上V2X 这是X分量的总和 而如果是Y分量的 于是我们用PCY PCY则是把第一个质点M1乘上V1Y 加上第二个质点M2乘上V2Y 把X分量跟质量的成绩 就是每一个质点它个别的动量 然后再把所有的动量相加 就是系统全部的总动量 这是在平面坐标上的表示 然而如果系统里面不止两个质点 有很多质点的话 则我们用A点质量M1 速度V1 B点质量M2 速度V2 C点质量M3 速度V3 其他点点点以此类推 于是我们系统里面 所有的总动量 PC 如果我们用PC 来表示系统里面 执行的总动量 则我们把所有质点的动量 PI 每个质点的动量加起来 就是系统执行的总动量 因此 第一个质点质量M1 速度V1 加第二个质点质量M2 速度V2 加上第三个质点质量M3 速度V3 其他的点点点以此类推 这些每个质点的动量相加 就是系统全部总动量 而系统的总动量 我们把它视为 磁心的总动量 所以磁心的质量M CM 这个是磁心的总质量 乘上VC 这个是磁心的速度 所以把磁心的质量 乘上磁心的速度 这个就是磁心的动量 而磁心的动量本身有方向性 所以磁心动量的方向 和磁心速度的方向是一致的 这是磁心动量跟磁心速度的关系